本期节目由我和南加州的著名时事评论员林旭先生 来为大家解读一下本周发生一些大事情 在美国应该是在美国事件7月15号 特朗普又有一些比较激烈的言论 这次言论其实是非常严重 就是让四名女性国会议员滚回他们来的地方 就大体这个意思 在经历了15号一天你来我往的交锋后 以奥卡西奥科特斯为首的四名民主党女议员 于当天下午召开记者会 四名议员中奥卡西奥科特斯 普雷斯利 塔利布都是在美国出生的 奥马尔出生于索马里 以难民身份来美 后来获得美国国籍 奥马尔谴责总统特朗普 是在以白人种族主义者行事 并重提弹劾总统 普雷斯利和塔利布则强调 他们致力于帮助选区民众 特朗普是在转移视线 奥卡西奥科特斯指责特朗普不怀好意 称他不知道如何陈述政策 只知道人身攻击 特朗普针对女议员的推文发出后 遭到很多政界人士和舆论的声讨和抨击 在共和党内部 有一批议员发声谴责特朗普的推文 而且特朗普在参议院最坚定的盟友 格雷厄姆15号 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称 虽然他赞同总统批评 四位女议员的政治主张 但他认为总统应当克制 避免对个人进行攻击 其实这个事我想媒体 包括世界各地的媒体 都给予了广泛的关注 关注的原因是特朗普这次说话 他不是说骂中国骂俄国骂其他国家 他是骂自己国家国会的议员 女议员 尽管这个议员的党派属别是民主党 但是作为一个国家总统 说出这样的话 当然了 这个舆论的直接反应 就是特朗普总统 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种族主义者 或者是体现了一个 对女性的一种侮辱 对 白人以上 这个事也是引起了全球的反应 所以不光是咱们美国国内 现在一片身套身 尤其是女性 这等于得罪了一半 把地球 整个地球上的女性都 都捎带进去 所以国外的语众 尤其是西方国家的一些女政客 也对此表达了强烈的部分 这个如果是这样 就是说我们分析特朗普的言行的时候 因为现在 从特朗普上任以后 两年半 快三年的时间 那对特朗普的执政 当然了是有各种说法 但是有一点是很明显的 就是说特朗普 处理问题的方式 表面上看 肯定是比较简单 或者粗暴 推特制国 推特制国 什么事都在推特上先来 当然这里边 不排除特朗普说这些话 说这些事 他有他自己的动机 或者他自己有他自己 这样一个内在的逻辑 但是我们来看这件事的时候 是比如说我们站在一个美国民众的角度 来看这件事 觉得这个国家 自己国家一个总统 怎么能出 信口开口 信口开口 云山雾障 想哪儿说哪儿 说到的做不到 做到的又不说 所以这个事 就是说这个影响的层面 可能波及到这个2020年的总统大选 现在就显示出这个共和党和民主党 不仅是在这个理念上 有很严重的冲突 甚至在这个种族 在这个皮肤的色彩 各个方面 这个冲突越来越激烈 那有人说 这个美国社会一直在分裂 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个 比较明显的一个绩效 我觉得这次 咱们特朗普总统 这个在他的这个推特推文中 说的这番话 确实是非常过分的 这是对咱们 这个女性的不忠敬 我们这样说 我们的这些 这几位女性的议员 都是新科议员 我们可以理解 她们的从众经验不丰富 她们在有些的问题上的 可能提出的一些提案 或者一些发言 可能 幼稚一点 幼稚一点 或者是上代提高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对 既然大家对她们 投了她们的票 选了她们进了国会 但是对她们有期望值的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知道 很多的老议员 都显出她们的成熟的一面 是因为她们在这个位置上 待得很长 那美国这个社会 有她独特的一个方面 就是靠选票 对吧 像这个特朗普 咱们举例 她就是过去一个商人 没有任何从政见 但是她得到选票 她当了总统了 对吧 大家认可 这是民主社会的一个特征 对 那么作为新科议员来说 或者作为女性的这些议员来说的话 她们有她们率真的一方面 那么她们也有经验不足的一方面 所以在有些说话上 可能就和特朗普的这个观点 还有意见 是不一致的 那么这个时候 所谓说府院之间 这个可能有一些矛盾 对吧 但是不能采取这样的方式 这样的方式的话 不但是过激 而且是对咱们女性人格的侮辱 所以昨天在国会通过了一个谴责 这个一致谴责 特朗普的这番言行 那么其中除了民主党全票同意以外 共和党也有几个大人也加入其中 实在看不下去 实在看不下去 美国国会众议院16号 以240票赞成 187票反对 通过一项谴责总统特朗普 种族主义言论的决议 民主党国会众议员全部投出赞成票 共和党国会众议员 已有四人倒戈投出赞成票 所以我觉得通过这个事 特朗普应该很好地 在自己的言行方面 要有一个反省和自律 就有哪些话可以说 哪些话是不能说的 尤其是涉及到 我觉得在美国 涉及到种族 性别 对残疾人 等等这方面的 尤其是 对咱们退伍军人这方面的 这些言论方面 要特别注意 那么首先就是说 作为一个大国的领袖 对吧 那么要管理好自己的国家 在这些方面呢 要更多的体现出你的关爱 和你的对这些 不管是族裔也好 是群体也好 对他们的关心 不能够信口开和张嘴就来 这样的话造成的社会效果非常不好 不光是说 对你个人的这个形象有影响 那么从国外来看 对美国的一个国家形象的一个看 对啊 所以这个才有这个美国驻英大使 说这个特朗普那番什么无能了 这番话 现在呢 这个还没到这个总统大选的最关键的时候 那这个特朗普这样的一个言行都出来了 所以你说的非常对 所以一定要注意 不注意的话 将来大选进入白日化的时候 那你要控制 控制 控制不住 那就是你的滑铁路 对 这个除了这个特朗普这件事以外 我们要关注 那么另外一件事是台湾呢 这个在最近这一周呢 有很多大事 一个呢 就是这个 台湾地区的领导人 这个蔡英文 这个过境美国 而且这个过境美国呢 现在也是这个四天的时间 那这个 来回 来回四天 来两个晚上 走两个晚上 而且这个活动呢 是相当频繁 而且呢 这个媒体认为这是这个台湾地区领导人 那么这个过境美国 享受一次这个规格最高待遇的 这样一种情况 就创下了一个历史 当然对于这个台湾这个职重当局来讲是非常高兴啊 对吧 这个又见议员又参观工厂 又发表这个讲话 那另外台湾一个新问题就是说这个台湾在明年1月份举行这个地区领导人大选 民进党当然了 这个蔡英文出现 对 那国民党呢 这个在一片这个错终复杂的这样一个局势下 这个韩国瑜出现了 就是代表国民党出现 其实这两件事呢 联系起来看啊 这个我觉得这个这个因为这个台湾的这种这个变化呢 影响到这个除了是两岸关系以外 那还影响到中美关系 那这个美国政府呢 对于这个台湾现在的执政当局 可以说给予了非常大的这个关照 这除了给这个蔡英文过境最高的领域之外 这个对台军售方面 最近还有一个22亿的对台军售方面 对 这个是一个算是一个 这两天蔡英文已经去访问南美几个小国 人口加起来据说还没有台北市的人口 这个就暗下不表了 那么他现在还没有回来 对 回来的时候去的时候是 来的时候是经过纽约 回的时候是经过这个 科罗拉多那个叫丹佛 那么纽约呢是一直台湾方面一直期待能够到纽约 因为纽约是美国的大都会嘛 距离华山东也近嘛 那么从这些年去年是过境洛杉矶了 那么从现在来看的话 每到一地呢都遇到了强烈的抗议 那么主要是当地的华人华侨呢 认为这是一个是蔡英文的一贯表现 就是在台独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再一个呢就是过境美国呢 实际上呢是也是碰触美国一个中国的一个底线的一种行为 从蔡英文来说有时候也觉得挺憋屈的 作为一个地区领导人 自己试图要扮成一个国家的领袖 对吧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 但是呢能出访的国家也不多 欧洲肯定不能去 没得落脚点 对不对 这个因为都是建交国家 和中国是建交国家 非洲呢 那好像保持的一个是吧 那么能去的就是太平洋岛国和南美洲 所以那个从蔡英文这个心理 我揣摸了一下 也就跟咱们过去四五十年代 群亲戚要进城看亲戚一样 那是憋着劲 对不对 要弄出点动力来 他不像咱们正常的这个 老孙到你家串串门 或者老孙到我家串串门 对吧 这是正常的来往 他有时候呢 就是真是憋了很长时间 这次去要在国际舞台上 要展现一下 实际上的大部分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看是在露愁 为什么 走到哪里 都这个 抗议 抗议什么的 跟随一路 那么至于说美国的一些政要 不管是当年来洛杉矶 还是今天到纽约 见了蔡英文 我觉得更大的程度上 是美方有这方面的需要 尤其在中美关系当中 实际上 台湾还是摆脱不了 作为咱们美国一个棋子的作用 对吧 尤其在目前情况下 这一点还是很关键的 其实蔡英文也是心知肚明 但是呢 他也有自己急迫的要求 对吧 至少每年在国际上 这么飞机转一圈 以体现自己的刷个存在感 对 那么接下来就是美国对台军售22亿 这次呢 这个武器卖的好像除了防御性 还略带一点防御进攻性的 包括一些坦克 作战步车 步兵车等等 那么这个现在呢 也引起了一点波折 波浪吧 因为那个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 叫耿爽 小伙子说要对美国的一些 相关的军工产业要进行制裁 中方坚决反对美台的官方往来 这一立场坚定明确 我们已经就此向美方提出了严正的交涉 我们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 不允许蔡英雄过境 停止美台的官方往来 也不要为台独分裂势力 宣扬台独主张 提供任何平台 慎重妥善地处理涉台问题 以免严重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的和平稳定 关于美对台军售问题 我之前也表明了中方的严正立场 我们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的军售 停止美台的军事联系 这个事上的媒体惊讶 美国政客愤怒 这些公司现在也比较紧张 对 因为实际上我们说很多事都是灌出来的 过去军售你老抗议 抗议了八百多遍 最后该卖的还是卖 你也没有任何 那么这些公司胆子也大了 美国政客也觉得这是一场正常的事 所以这次美国政客很多人表态说 过去一直在卖 这次怎么就要制裁了 我觉得中国这个办法倒是比较务实一点 这个就是说 一谈到制裁 在中国那么大的市场 还是都比较紧张 其实这些有些军工企业 我做了点研究 在中国的市场 因为美国的这个军工企业 它并不是纯粹的军工企业 它很多是生产民运的 有的公司是生产消防车的 像哈尼威尔这家公司 生产空调 生产很多辅助的电器设备 我们在家里空调的控制器 就是哈尼威尔 所以它在 它1935年就在中国成立公司了 那么最近这70年的 这40多年的发展 在中国大概有20多家公司 而且在天津那个开发区 它有很大的工厂 那么他们也觉得挺委屈的 反正这个 有很多事慢慢成了习惯以后 再要纠正 还需要短时间 需要短时间 所以从今年开始 有几场大戏 等待我们吃瓜群众慢慢品味 为什么呢 美国的大选即将要开始 这个决筑就要11月份开始 明年1月份开始吧 这个明年1月份是党内初选 初选吧 那现在已经开始用上 再一个就是明年台湾也要换届 明年1月份 台湾这个换届呢 现在大家也在关注 所以现在呢 我们特别注意 各个党派的这些 推出的这些人选 他们的表现 表现 他们的用词 对不对 是技巧新的呢 还是内心真实的呢 反正一句话 都是为了选票 为了选票 这个是民主政治 选票 钞票 这两点 另外就是这个 我们还是回到这个 地震方面来 这个我想老林注意到 前上周 是西雅图发生地震 那么前两天 是旧金山 发生地震 当然了 我们从美西海岸 从西雅图 到旧金山 到洛杉矶 一系列的地震呢 现在还没有 这个科学家 或者专家来分析 是不是有联系 但在比这些地震更早 应该是阿拉斯加 也曾经发生地震 大概4月份 5月份 也非常严重 所以我觉得地震呢 当然了 在南加州 地震这个事呢 目前没有什么一些报道了 但是我们还是要 要提高警惕 要提高警惕 现在是这样 我们呢 大家呢 比较关注地震 这是一个很好的 这个现象 为什么呢 因为在南加州呢 地震可能随时 随时发生 但是我们更多的 这个 我个人觉得 更多的这个 注意力不能放在地震的行程 地震的机理 等等 这些东西是专家 我们更多的 我最近一直在我的微信群在发 就是说 我们更多的是做好准备 我看到你有一个 有个list 如果大家对这个list 有兴趣 可以call in到我们 魅力中国电视台 我可以免费把这个 免费提供的 为什么呢 我做了这个list 是综合了 不敢说上百家 几十家的 这个 地震准备的 地震准备工作的 做了一个list 那么 其实呢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 地震的那十几秒 很关键 不是 咱们没有什么作为 你说在 你说能扛住 让它减轻一点 不可能 你说要逃命 还跟你的生存环境 当时在的场合 以及是白天晚上 都有关系 对 甚至 地震结束了 你还在睡梦当中 对吧 但是我们特别要关注的是什么 我的这个list 特别关注的是 地震灾火 灾火 所以我们当时 地震过了就过了 不是 如果大的地震发生了以后 造成的破坏 会对你未来 三天到一个礼拜的生存 会带来 很大的影响 对 所以呢 我建议大家 要做好准备 为什么 你看 停水 停电 停手机 电视也看不着 对吧 这时候怎么办呢 只能是收音机 因为几百里以外 可能不受地震影响 那个还继续在播放的东西 就是收音机 那些收音机 你要准备几件干净池 对不对 这个很关键 另外呢 你喊没用 喊谁能听见 手机也打不着 哨子 吹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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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家几口 空在那儿 吹哨 另外呢 就是说水 要准备好 压缩饼干 就是饼干 这些 午餐肉 巧克力 那个冲了 另外有一些 那个小棉袄 雨衣 这些东西 我那个里面 还放了一盒香烟 大家说你这是 给烟菌子准备了 我说不是 火柴香烟呢 香烟有个好处 在夏天的时候 可以放蚊虫 喝 因为你要是在外面避 那蚊虫啊 很多草 草顶那些虫子 会对你带来一些 如果是有周边 有个人要抽烟 有烟雾缭绕 这些东西呢 就会跑到 没不抽烟的那个人 就去啊 这比较自私 所以大家呢 一定要做好 这方面的准备 而且每年 要定期检查 因为有些东西 会过期的 水会过期 吃东西会过期 电池会过期 对吧 所以我现在呢 是我自己 做准备的是几套 一个是应急的 还有呢 救生的 比如小铁铲子 这个剪刀 还有奔带 这个创口贴 这些东西 都随时把它准备好 放在家里的 一个地方 如果万一 要是出现问题啊 随时呢 就可以打开急用 而且还有一种问题 地震以后 容易引起什么 火灾 因为瓦斯管道 断了以后 不知道哪个地方 崩 一点着了 对 所以房子着了 或者什么的 这些呢 我们要特别关注 灾害的 自我救助 所以请大家呢 在这方面呢 做好准备 对 这个安全方面 除了地震以外 就是说我们要时刻有对安全的防范的意识 这个当地是7月18号 当地时间7月18号在这个京都 发生一些很严重的火灾 这个被烧的这个公司呢 叫京都动画 京都动画 对 是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动漫制作公司 最新的报道呢 是死了 已经死了三伤儿 有 这伤亡是非常惨重的 而且呢 这是一起 明显的是淫威众火 而且这个众火的男子呢 已经被警方抓住了 所以这个东西 而且是在上午10点多钟 这大白天吧 对吧 你想想 这如果你晚上发生火灾 你比如睡觉或者怎么样 可能来个一趟上 在白天 当时办公楼 楼里 当然有70人 只有这个 30多人逃出来 所以这个呢 就是安全防范意识 一定要有 这里就顺面给大家说 有些是自然灾害 像地震啊 这个 有时候着火 你说的这次是人为的 对 很多时候的着火 可能是也属于 这个 不小心就起火了 对对对 包括恐怖袭击 对 洛杉矶还好 桑波纳迪呢 曾经2015年发生过 对对 打死了14个 14个 对 叫库克 那么 其实我们在 最近暑假来临 有来自中国大陆的夏令营 对 孩子 那么每年都发生 这个孩子游泳池里淹死的 对了吗 这都是 就是注意不够 大人也是提防不够 孩子们自己注意不够 这个最新的就是浙江一个大学生去阿拉斯加这个实习 结果那六个人到一个开放性的水域里去 一开始河水呢 才到腰这个地方觉得没事 还正在准备练习的时候突然 这个 山风爆发了 也不是山风 就是一股 揣 就是一股急着揣流过来了 结果呢 卷走了 这是都非常遗憾 所以我们特别 我是有个习惯 也和大家一块分享 就是大型集会 大型活动 热闹去处等等 去了以后注意观察 留身通道 对 就是一旦发生危险 你要从哪里 想办法要 赶紧要跑 对吧 对 你别串到死活动里了 对不对 那么包括上高层 这是大楼上 这些办公的朋友 等等啊 也特别要注意 自己的那个 所在区域 就是楼层的那个 救生通道 那么一旦大火了以后 电梯也不能用了 对吧 怎么怎么逃生 这很关键 所以安全问题呢 暑假 除了夏林营 孩子 还有我们国内 很多亲朋朋友 在中国大陆亲朋朋友 在台湾的亲朋朋友 甚至香港 其他地方来 用暑假 带着孩子来旅游 那么我们要 特别提醒大家 注意安全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 旧金山刚刚发生了 就在中国城 三 数次发生了 被抢 不是被抢 无端被打 被打 这个有时候我们讲的 就是说 我身上不带钱 或者少带点钱 对不对 他 最近一个是 前天吧 还是昨天发生的 就是一个 两个侨领 被三个黑人 把其中一个 举起来摔地下 摔成 然后抢走一块表 另外一个上去救 结果又被打的 眼睛被打伤了 所以这种情况的话 提醒我们 在美国现在 我们注意到 另外一个消息 说这个消息呢 是 洛杉矶的 老鼠突然增加了 这个是洛杉矶市 洛杉矶市 因为老鼠增加了以后 因为油饼也在增加 所以这种疫情的传播 现在速度 蔓延比较厉害 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 有的人得了病 还不知道自己什么病 过了一段诊断 是老鼠的 那个身上带来的病毒 传染到人身上了 所以 暑假期间 热天 这些东西都容易蔓延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最后呢 我们说一下张颖影案 张颖影案经过 这个八天的这个庭审 已经结束了 现在是陪审团在研议 究竟是 昨天 这个闭门研议 未达成结果 我们知道 12个陪审团 一定要达成一致意见 有一个不同意的 就不好办了 就不好办 这个咱们自己也是 我也是参加过陪审团的 那么12个人意见要一致 昨天的就没有达成一致 咱也不知道急比急 对 那么实际上就是 两个结果 一个是死刑 一个是无期 那么19号也就是 明天还要继续开始 我们要等待结果 如果最后最后 没有结果 就是无期 就是无期 美国伊利诺伊州 中区检察官 约翰米海瑟当天宣布 陪审团12名成员 未能就判处 克里斯腾森死刑 达成一致 这是任何事件 这个结果当中的 还有个悬案呢 就是究竟这个藏食地点 在哪里 这个就是这个 这是很奇怪啊 这个案子要结束 可能判决就下来了 尝试地点还没有 所以张英颖这个案 可以是一个分析 美国司法案件当中的典型案件 美国的司法和中国是大不一样 中国是比如说 在中国引起很热议的一个叫张扣扑案 对 这两天张扣扑被宣判死 就是说他一定要指明 我常识地点在这 山岸地点在这 现场都得有 有这个你才能定罪 美国你现在常识地点不知道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说 当然了我们是关注这样一个结果 同时要看一下图的案子 来看看我们如何理解美国的司法 咱们这个节目认为有律师 下次等我们律师来了 好好给大家分析一下好不好 好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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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